烦是饶的意思 脚乱了 脚祸了 这烦的意思 脑了是乱的意思 心里头一团乱糟糟的 这脑 他把这两个字的形象解释出来了 于理 脑乱之患 过于无助脑祸 这个对于人伤害很大 为什么 一般人不知道 这也是我造年 偶尔发现 我们的老死一生 日中一世 生活极其简单 他能够一生保持 我们不能不背负 一个人住一个小房子 在台湾叫寿物品 很小很小的房子 大概他的房子 差不多就是我们摄影棚这么大 客厅 佛堂 卧室 厨房 统统都在里头 大概就这么大的样子 不包括我们前面的这个工作室 住了几十年 自己煮饭 自己洗衣服 自己照顾自己 95岁才打印 两个同学 来照顾他 这说明说 说明身体好啊 不需要人照顾啊 实在讲 他是给我们做榜样 我们这一生辛辛苦苦 没人照顾 想起来老四是这样的吧 我们心就平了 如果老四很早 想现在做个当家住持 三四十岁的 试着至少四个人 照顾他日常生活的 我们到85岁 一个都没有啊 所以一般说起 大家没人相信啊 一个照顾都没有啊 可是我想起老四很安慰 老四95岁 才需要等我95岁吧 再用两个照顾就可以了 老四做出一样子了 给我们看了 现在跟从前不一样 从前有家教啊 人心厚道啊 懂得孝顺父母 懂得孝敬师长啊 现在没有了 没人教了 这一段事情要从小教 成年之后不好教了 所以在教学 他中教学 老四四十岁以上 他不教了 你修学的七十几年过了 四十岁以前他教你 超过四十岁者的都是客人 贵宾接待 底下说 那智得不退转 只致臣佛 故意 诸不退转 致臣佛道 永离烦恼 那烦恼伤害人是什么 我们的能量消耗 百分之九十五 消耗在烦恼上 你如果心地很清净 工作量再大 消耗能量很少 所以我发现老四 也是吃那么一点点 他的工作量是五个人 五个人做的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老人家七十岁 跟他生年七十到八十 那么大的工作量 那么一点点的饮食 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 我向老人家报告 我说我们的身体是一部机器 饮食是能量的补充 消耗能量最大的 应该是往年 他完成东西 的证据 所以与劳心劳力 消耗的不同 消耗最大的是烦恼 所以烦恼断了之后 你就会非常轻松愉快 你吸收一点点能量 就足够了 就会掉下去了 上面 温脏 咱们 补充